2016年建新国际强进台中港货柜厂 董事长陈一海特地邀请多年麻吉一起上台 剪彩仪式上站在中间的是建新董事长陈一海 而画面右边数来第三位正式穿着招牌白衬衫的 郑兰公董事长严清彪 严清彪还说跟陈一海相似多年 称赞他眼光独特把事业做到国际化 副职辈这么要好建新投资的子公司安顺装卸 直接让严宽恒弟弟严宏泉2016年开始担任监察人 直到2018年才有母公司建新发布重大讯息 宣布严宏泉卸任监察人身份 严宽恒他的弟弟严宏泉 经这间公司的监察人 而且时间还不短 从2016到2018接近两年的时间 那天啊 那你打的东西最后打到自己家人身上 严宏泉曾经担任监察人的安顺装卸 长期主力经营台中港104号码头 煤炭装卸 是台中港唯一一座煤炭自动化 密闭式装卸业者 前间即使没有台中105号码头投资案 严家对台中港相关码头生意早有涉足 根据建新国际最新声明表示 严宏泉曾经担任子公司监察人 且已无持股 已无持股是什么 过去你曾经拥有建新的股份 只是现在没有了 做会在台中港的混乡会里面 许多的这个建新的一些公开的场合 都可以看到严家这个出席 我想这个关系就不用再讲了 说他们认为有任何疑义的话 都欢迎来检讯 对那对于就是说包括 可能你刚才提到地理部分 之后就没有回应 严宏泉营发言人张雨萱 在脸书指控立法院副院长蔡其昌 是建新公司幕后大佬 没想到母公司子公司主义检示 严家人跟建新国际 这位居龙头地位的中部港口物流霸主 才是长期真有交情 三天新闻游家伟成家文的报道